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 最新状况带您来看到了 就在12月3号呢 台北市的大巨蛋是迎来了首场比赛 就是亚锦赛 虽然是平安的落幕了 不过其实后面的争议还是蛮多的 台北市议员秦桧书就质疑了 事实上现在的黄牛票已经是漫天涨了 原价一张是600块的球票 在网上竟然可以飙涨到5000多 让人家质疑这政府到底要 北市府到底要怎么来安置这个黄牛 要怎么来规范他们呢 而对此今天下午讲外言出席 台北市议会总质询的时候 有最新回应 让我们先听 大巨蛋开幕当然是令大家都很高兴 对 最近有两项市政的项目都备受称赞 一个是大巨蛋的开幕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北市得到幸福城市第一名 我看我们市府也做了很多宣导 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有广告 还有我们这个媒体做了专题报道 看到我们社会局长有在说明 但是这两项为人称道的市政议题当中 我却觉得有非常多的隐忧 所以首先跟你来探讨 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巨蛋 开幕以后 黄牛票的问题将来如影随形 如果说未来大巨蛋一年要办运动赛事跟演唱会超过200场的话 我们台北市警察局就变成黄牛局了 天天去抓黄牛了 他不用做别的事情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黄牛我们一定要抓 因为它是一个消费正义的问题 但是因为一票难求 所以有人就会助长 你看这是今天的报纸 登了一张照片 居然有人在大巨蛋门口 公开要买黄牛票 说求票一张 也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我们应该好好的从制度 从法律 从执行面来做讨论 是我们可以听到 事实上这个大巨蛋的争议可不止黄牛票而已 因为蓝绿白也是正式的全面开战 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呢 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是表示 大巨蛋根本就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 而今天下午呢 台北市长蒋冠安也是正面的回应 他表示呢 选民还有人民只看得到政府有在做事的政府 并不是政治恶斗以及口水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 让马上镜头叫喊彭内主播 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敬善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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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善敬美